193县道平常人间稀少 沿路风景相当美丽 不过长了以来都有着被乱丢垃圾的问题 而过渡垃圾更是会被河川引入海洋 造成污染的范围扩大 生态受到严重威胁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日前就集结了 民间攀岩高手来到了193县道 进行攀降近坡的活动 希望可以还给海洋生物一个干净的家园 黑潮志工们续着登山绳 戴着手套垂降在边坡收拾满山满谷垃圾 而在另一头志工则是排排站 努力把一包一包的垃圾往上拉 这是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 日前在193县道上所举办的攀降近坡活动 来来来来 OK 来吧 到了到了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针对花莲西出海口 已经连续做了两年的长期监测 结果发现海洋当中垃圾 有很多是来自河川 这一次的进坡地点选在这里 主要是因为它是陡坡 加上人烟稀少 很多人会直接把垃圾往山下丢 那整体而言 在那个地方我们清云的垃圾 最主要可以大概看得出来 是一些观光的店家 比如说卖可能饮料店的居多 因为当天我们在清理垃圾的时候 发现最多的就是布丁的塑胶盒养乐多 或者是一些鲜奶 对那就是那种营业在用的鲜奶 所以当我们像这张照片就看到旁边那些垃圾一层一层的 把那个塑胶袋翻开之后 里面很多很多都是这些垃圾 那原本可以回收 但是都不回收 他们就直接把它抛下山谷 对那这个我觉得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因为当我们花莲在做观光旅游的生意 结果店家赚了钱之后 但是它的垃圾处理 却并不是寻求一个正规的方法 去把它做最妥善的处理 而是这样直接把它丢弃在这里 那这对后续环境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志工们当天清出来的垃圾 大约就有823公斤 比玉局中的还要多 最讽刺的是 里头绝大部分都是营业用垃圾 华联县环保局也针对乱丢垃圾的情况表示 只要能够掌握确实证据 就会进行开罚 请民众不要以身释法 如果是一般民众生丢弃的废弃物的话 我们依照废弃法第27条 可以原以第50条来处1200到6000块的罚金 如果是事业废弃物的话 一旦经过查获 那可能会处理一年以上 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或并科1500万以下的罚金 另外环保局也表示 会要求土地管理单位来加强管理 并且呼吁民众不要乱倒垃圾 希望可以还给大家一个干净家园 记者徐立琴收风箱报道